空前的自豪感笼罩着前路 他达到的成就无人可及 他拥有的荣耀无人可比 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地方 也是无缘的世界之王 这是位于花园东部的一组喷泉 这里专门安放着皇帝观看水坊的宝座 在东西长八百米 南北宽七十米的一块狭长地带 分布着三组大型的喷泉和西洋建筑 罗马是立柱 巴洛克市拱门 勒洛特市的植物走行 五彩斑斑的琉璃坊 这座中西河壁的花园 可以和欧洲任何一座皇家园林匹备 在花园西边的迷宫 宫女们在围墙中东奔西走 谁能最先跑到迷宫中心的亭子 将得到皇帝的墙上 流动的花灯 欢声和笑语 圆明园宛若梦幻 沉浅在如此美妙的欢乐当中 皇帝绝不可能意识到 表面浮华的帝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这种危机是如此临近 如此致命 当乾隆在圆明园大兴土墓的时候 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剧烈的变革在西方已经发生 东方的大清帝国 依旧在按照两千年前的模式运转 喷泉建成后仅仅三年 提水机械就被废弃 改为人工打水 废弃的命令来自于乾隆 他认为这些西洋器物 只是用来消遣的雕层小技 在对待科学方面 乾隆的态度比雍正更为落后 在乾隆看来 科学就等于玩物丧志 制度僵化 政治腐败 闭关锁国 所有这一切 使大清帝国在鼎盛的外表下 潜藏着巨大的忧患和灾难 这个自负的皇帝 统治大清大六十年之久 也注定了帝国不可逆转的衰落 这次在废弃的小时 赢州外国有的大奥 也注定了帝国不可逆转的日子 也注定了帝国不可逆转的日子 1766年,为大清皇室服务了五十年之后,意大利人朗士宁去世。 两年后,法国人王志成也葬在北京,他为皇室服务了二十五年。 西洋花园之后,皇家建筑工程并没有停止。 根据乾隆的旨意,皇家花园和杨氏雷家族将江南几乎所有的园林都移植到了圆明园。 整整一个世纪的修建,这个旷石园里拥有一百多族景观,将近一千座宫殿,占地五千多亩,有六百个足球场大小。 然而,圆明园中的皇帝并不知道,世界已经变了。 当乾隆陶陶醉于自己的分工为业之时,以科学为先驱的西方文明却蒸蒸日上。 1776年,美国独立。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而大英帝国正在全球开拓殖民地。 1793年,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一个庞大的英国代表团来到北京。 乾隆告诉特使马格尔尼寻觉,大清乃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用不着与西方蛮夷互通有无。 马格尔尼最终空手而返,在离开中国之际,这个被圆明园的辉煌所震惊的英国贵族,却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大清帝国,好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默,仅仅是由于它的体积和外调。 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从秦始皇到乾隆,中国走过了整整两千年的历史。 保守和自大正在蚕食着这个庞大的帝国。 1799年,89岁的乾隆在梦中离开人世。 仅仅四十年后,英国就用武力强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堂而皇之地倾销鸦片。 这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从此,西方列强开始了一次又一次侵入中国,大清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1860年,为了强迫大清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签字,从而攫取更大的殖民利益,英国和法国联合组建了一支远征军。 200艘军舰,搭载了两万名士兵,从广州长区直入,直达距离北京一百多公里的天津海面。 麦基是英军的随军牧师,他以日记的方式详细地描述了远征中国的冒险活动。 1860年夏天,我们到达天津海面,准备进攻北京。 尔金爵士既是大英帝国的权权大使,也是联军中最有权力的人。 爵士认为,大清皇帝言而无信,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 紧紧依靠外交手段,很难完成女王陛下的神圣事。 此时,居住在圆明园中的是大清的第八代皇帝贤丰。 在贤丰看来,西方人是野蛮的化身。